來看環境保障一個PM 二點五萬年 平均達 現在標準是每日 香港市十五米卻 現在要改造 不可以超過十二米卻 這個標準是全年最嚴格 暗算一百十九年要開始試試 提供公民基金會是很慶定 也不過建議說 應該限制不可以超過十米卻 還有官團是主張九米卻 也要求要訂出入平均達 過來四年檢查一百公平標準 環境保障間有個策案 其中各界最關注的空埔優勢PM2.5 日平均達北為每日香港出十五米卻 加減九十字 另外空埔優勢操用 利用法流定國行五點物 也要加減 就是全亞洲最嚴格的 比日本、韓國都還要嚴格 分階段來逐步加減 那麼接下來如果十二能夠達標 那麼未來會再繼續加減 提供公民基金會慶定大減的方向 不過認為十二年以來 PM2.5的標準才等級三米卻 實在是最少 也只出PM2.5的病復達 有關維持三十個米卻不變 對空有的規則不發動 真正好應病重的訴求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也認為剛才在微卻 不能保重聯盟的健康 認為應該加減到 在世界衛生組織 和美國環保數的標準 也就是5.9微卻 另外入圍平操用 八點鐘的標準沒有修正 不敢碰每八個小時的 臭氧平均值 臭氧 我們台灣是還在超標失控 對脆弱敏感族群的小孩子 跟老人是非常危險的 環境目標時 日空三空年1910日 目標 是憑國國內減5點 和海上境外5點狀況 策案有再跟他大叔 接口他的意見 他還做條件 這次策案 也受精愛管齊臺 所有7.5合標準 這也當設立極空無憂責庫 不是處於以前蔡永壽 出戰兵軍大的方式 以下總合法的 巨大的 兩位